加車 頂巾大禮區三棉二街市 發現對象英明31歲的戴姓男子 駕駛一 patents 該車發出震耳預埁的引擎噪音 吸引警方上前藍查 结果警方一查之后 发现该车的车牌遭开半年前就以预警注销 警方便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法条例第12条 第一项第四款的规定举办代性男子 将处机车所有人3600人以上 10800人以下罚款 并查扣车牌及车辆 令该车照应乍接老林安宁的部分 警方将通报监理机关及环保局办理临时检验 热车辆违反照应管制标准 依照应管制法规定 可所1800元至3600元发还 并通知限期改善 警方在此呼吁改装机车噪音老林 是台中市民院失守 警方将贯彻执行进程专案 强力阔阻车辆噪音危害 也请民众应使用原厂或认证盘系管 不断改装不仅带来噪音及空气污染 还可能影响车辆的操控及安全性能 危害驾驶者与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警方将持续强化特项群立 警察作为 请民众切勿以身示范